今天的中间新闻调查报告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南台湾 废炉渣的污染危机 这是著名的台江大道 俗称波浪路 没有交通警察 不用测速照相 调查主在鸡蛋的都不走这条路 这个一粒一粒的也都是 然后这边有粒比较大的 然后这里 这整片 这整片都是 这个也是啊 当时就是这些卢渣 被当成土方集配田径路基 结果卢渣随着天气冷缩热胀 大陆也跟着起起伏伏 当初没有养生好 然后就去使用 吸水的膨胀系数就差很多 所以才有慢波的情形 在国外的话 它通常会先让它吸水 然后入天自放一段时间 然后等它稳定了 才去破碎 才来用 那我们国内不是啊 我们都把新鲜的就直接拿来用 所以直接拿来用的结果就是 它会在道路上就直接膨胀 波浪路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台湾奇迹 当时包商以土方一顿365块来承软工程 施工时却换成一顿只要5块的炉渣 讽刺的是包商正式以炉渣可以再利用 来进行口供减料 最后烂摊子还是丢给政府来收拾 资源再利用的政策受到严格考验 而类似的情况还有台湾61线 可以可以 还用炉渣去待那个小时也好吗 车开在台湾61线高架大路上 表层博油满满是一块块褐色的炉渣 这跟大陆博油品质变差难够关系 时间久了 你就看到这个炉渣 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融解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路面上很多咖啡色 都是里面的铁的成分融解出来的这样子 下了台湾61线 卢渣处处可见 这个是当时施工变道 那这施工变道在这个地方 经过雨水的冲刷之后 我们发现天哪 里面其实也都是融渣 冲刷下来你可以看到很多融渣 这段13公里的台湾61线 从路基边坡到桥下道路 都被偷偷埋了融渣 当年反槟囊工业区 被称为西部最干净的这块生态区域 没料到却被工业区最毒的融渣给污染 这块开放的水域有七谷戏湖台江国家公园 生态最敏感的地带却难逃 融渣荼毒的浩劫 而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应该要立即处理 但是清理废弃物经费过于庞大 政府毫无能力 他们是用这种便宜形式的方式来夹杂在这里面 就带出去 融渣的污染 大重公共工程小到农地余温全都遭殃 北门部分的农育民 甚至把卢渣铺成的田梗当成渔温土蹄 随着风吹雨淋 这些粉尘被稻子吸收融入渔温内 最后吃进人类蹄内 好 因为这边 好像像这我们看起来很像是小石头嘛 对不对 就农地上的小石头 我这样稍微动一下就有很多粉跑出来 其实这个是卢石粉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实际这里的状况 OK 2192ppm 然后我们图案管制标准是250 要小于250 这边是2000多 差不多超过9倍 里面的个含量很高 像我们刚刚测试2000多ppm 这个就直接会跑到稻子的上面 这样会对农作物产生影响 我们农农时的鸡也不知道 不知道人家有在吞 我们说人家吞我们就吞 1285 大概超过图案管制标准的5倍左右 各对人体有什么影响 它主要是比较影响在神经系统 这些重金属超过标准的卢渣 当年被视为资源再利用的产品 被铺成田梗当成鱼温 作物鱼类吸收后进入食物链 这就跟台江大道台61线一样 存了资源再利用政策下的牺牲品